狩猎文化是学习文化传承 敬畏山林的实际行动 在布农族猎人王光路狩猎案后 开始赴到原民部落成立猎人团 并参与占定狩猎自主管理 逐步朝向狩猎自主山林共管精神 只不过在狩猎文化中 猎场范围并不是单一场域 传统领域的相互重叠 猎人跨区狩猎的权责又该如何评估 因为我们确实也会遇到说 可能当地的猎人没办法处理 会找一些经验比较老道的猎人去 那这个部分的行为该如何评价 他也要重新去申请核准吗 律师指出跨区域狩猎没有问题 只是依照修正的草案 在狩猎区域的规范仍存在隐忧 如果假设这个草案就是过了 然后再加上王光路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有可能会变成你在非原住民族地区 还是会有刑罚 如果狩猎行为与传统习俗文化无关 场域又不在原住民族地区的话 均不符合形式免除要件 原策会也提出猎团是否还能赋予类似警察权 能够有排除不法行为的公权力 加强与政府间合作 否则在山林间遇上倒发者 目前也只能沦为旁观者 无法落实山林治理的精神 有些新闻子量的LV1台北市采访报导 不认为这些烦子